大家好,今天我们做黑芝麻包 先将80克黑芝麻放到搅拌机里面 然后给它打碎 把好的黑芝麻倒出来 大概打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打好 放入30克白糖 25克左右的黄油 还可以给它加入一汤勺牛奶 这样做出来味道会更好 充分地搅拌混合 放到冰箱冷藏 等会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面团 半斤面粉 加入1克左右的酵母 再加入130-140毫升左右的牛奶 牛奶用线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都可以 牛奶就不要用温牛奶了 因为用温牛奶它会促进它的发酵 今天这个面团我要让它慢发酵 直到明天早上起床再来蒸 调成絮状以后揉成面团 在盆里不好揉的 我们可以把它拿到案板上来揉 揉成一个大圆球 然后再搓长 搓成长条 然后切成同等大小的剂子 冰箱里面冷藏的这个芝麻馅拿出来 给它简单的搓一下 搓成圆球 或者说是把它捏成圆形的都可以 放到这里 等一会儿包的时候比较方便 包包子还是很简单的 把皮给它擀开 新手的话就把四周给它擀薄 从外往里面擀 就从外往里面擀 它就擀薄了 擀薄以后放入这个芝麻馅 放好以后就这样折 一边折要一边转着走 转 这样才能保证它这个馅在正中间 今天的包子皮确实太硬了 建议大家和面的时候多放一点牛奶 因为牛奶和面的时候 我建议放140毫升以上 不然的话它会很硬 很硬你操作的时候也不好操作 揉面的时候又会很吃力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做好以后把口给它封住 封紧 放进笼屉 然后把它放上凉水锅上 让它发酵 这个发酵的时间就比较长 一直发酵到我们明天早上8点起床都可以 现在大概的时间就是晚上10点半 因为冬天厨房的温度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它会发过 反正你自己去感觉 只要是它发大 比之前发大一点点就可以 发太大了的话它会回缩 回缩就不好看 现在开始蒸 开中大火 上蒸汽以后我们再蒸8到10分钟 好 时间到以后我们就关火 让它焖几分钟哦 我们的黑芝麻糖包就做好了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